好 学前章同学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线条边框是咋做的 做这个效果吧 你首先不能把它想象成边框 你要把它想象成边框的话 这个事就麻烦了 要把它想象成啥呢 要把它想象成一个背景 咱们来试一下啊 我们的界面上呢 有这么一个div card 一个卡片 里面的容器 容器里面有些文字 样式上呢 倒没啥啊 就这么一点点样式 好 目前呢 长这个样子 然后让我们给这个卡片呢 去加一些背景 加什么背景呢 加的是一个渐变背景 是一个线性渐变 随便写两个颜色吧 保存 你看一下 目前呢 它是从上到下有一个渐变 是吧 那么这个渐变颜色呢 如果说我这样设置 比方说它从0到10个像素 然后这边呢 从10个像素到20个像素 好 那你看一下啊 保存 它又变成了一个黄色的条纹呢 是吧 那如果说把颜色再写多一点呢 中间再夹一个白色20到30保存 然后再夹一个红色30到40保存 你看一下 这个条纹状是不是就出来了 那么我们只需要把这个颜色呢 稍微改一下啊 改成一些别的颜色 好 保存 看一下是不是就有一个条纹了 我们只需要让这个条纹呢 不断的重复 怎么重复呢 使用重复的线性渐变 加上一个repeating 保存 你看一下 这个条纹状就出来了 是吧 只不过这个条纹的方向呢 是不太正确的 它是从上到下 那这个简单 我们只需要给它旋转一个角度 好 这是零度 然后呢 我们往这边旋转一下 旋转一个负的45度 好 给它写上个角度啊 负的45度 保存 你看一下 现在的界面方向呢 就是这样的 然后接下来要做啥呢 我只需要让这个里边的容器啊 把它背景颜色给它改一下 改成白色 好 保存 为什么看不见呢 因为这个白色的容器呢 把外边的卡片给遮住了 我们只需要给外边的卡片呢 加上个peating 5个像素吧 保存 这个边框是不是就出来了 那么又如何来做到鼠标移入的时候 有这么一个滑动效果呢 那么我们可以这样想象 这个背景呢 目前是严丝合缝的 把这个元素铺满 那如果说我把这个背景设大一点呢 比方说两倍的元素宽高 这个背景就很大了 是吧 超出的部分呢 看不见 那么我们只要在鼠标移入的时候 让这个背景的位置呢 向右向下进行滑动 是不是完事了 好 咱们来试一下啊 找到这个背景 这是一张背景图啊 见面的本质是一张背景图啊 然后呢 给它设置一个位置 位置 比方说负的20个像素 负的20个像素 先让这个背景呢 往左边往上边跑20个像素 然后呢 背景图的尺寸呢 是200% 其实也 没有必要用这么大啊 反正只要能够多一点就行 好 那么看一下啊 目前这个背景是这样的 想象一下啊 这个背景图是很大的 然后接下来 我们只要在鼠标移入的时候 靠Hover 让这个背景图的位置呢 变成0和0 那么它就由负的20和负的20变成0和0 是不是就向右和向下了 加上一个过度保存 移入 就完事了 那么最后呢 给它加上一个阴影 那就好说了 是吧 好 这就是这个边框的做法啊